中共离退休的高官素来享有法外豁免的保护服还有特权 但是最近的中国大陆媒体传出要打破高级干部退休后 不再会被追究党纪政绩还有刑事责任的惯例 这是不是中共高层进一步处理老老虎周永康 以及江泽民的一种舆论铺垫呢 下面就让我们来听一听时政评论人士的分析 大陆各大网站纷纷转载南风窗杂志的文章 题目是中纪委打老虎路线图退休老老虎 文中列举被调查的高官年龄 其中最大的老老虎是有周永康大秘之称的郭永祥 他已经64岁 此外文章在谈及地方窝案时提到中石油系窝案 和四川前高官群体都是中共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的党域 如中石油前掌门人原国资委主任蒋洁敏 以及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成等 舆论认为大陆媒体的这一动作 是中共高层进一步处理周永康 以至江泽民的一种舆论铺垫 11号中共官方媒体的大头条 是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誓言零容忍出众权 同时中共政法委首次公布 十起政法干警违纪违法的典型案件 官媒还开辟了坚决清除害群之马不护短等栏目 被称为海外央视的凤凰网12号首页视频的头条节目是 中央一天两动作 警示政法系统李东生非大老虎 公安部原副部长李东生兼任政法委系统中 610办公室主任 执行中共前党魁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政策 李东生等高官落马后 马年一时中纪委高调提出一案双查 也就是对重大案件既要追究当事人责任 又要追究上级官员的责任 李善建认为 要想彻底解决周永康的问题 就要解决他背后的曾庆红江泽民的势力 周永康在2013年中共十八大前是江派台前掌柜 幕后军师则是曾庆红 周永康所掌握的政法委系统曾是第二权力中央 迫使胡温政令不出中南海 他能进入中共政治局常委 是江泽民立见曾庆红的谋划 周永康真正的罪行是什么 不仅仅是贪腐的问题 是政变再深一点 群体灭绝对法轮功活在器官等等 如果他把这些东西讲出来的话 那决策者是谁 你不把曾庆红不把江泽民揪出来 这个事情讲不清楚 就在外界高度关注 周永康将以何罪何时抛出的同时 海外亲江派媒体则放风说 习近平反贪受阻 党内元老呼吁放声周永康 据美国大纪元新闻网报道 已由北京消息人士反驳这一谣言 此前的消息说 周永康案已通报给中共的厅局级官员 将于最近正式公布 去年12月15号有消息传出 抓捕周永康或党内外近100%支持率 因为他多年来镇压访民 法轮功学员 维吾尔族人 藏人 异议人士等 手段残酷 罪行累累 李善建表示 江泽民集团迫害民众 尤其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件事 将来必须接受历史和人类的审判 中共内部谁敢于证实这个问题 谁就能把自己解脱出来